带你来到日本东京感受台湾歌子系的艺术表演 这是以厚瀚高祖刘芝远的皇后李三娘 生平济世改编的传统戏曲《白兔记》 经由台湾歌子系艺术家廖琼之 改编为歌子系李三娘 而这一次也到了日本东京台东区《浅草公会堂公演》 全场剧本特别制作成全日语的字幕 方便不懂台语的侨胞及日本民众观赏 要进一步来认识中华文化 观众们陆续来到日本东京台东区《浅草公会堂》 准备欣赏由人间国宝台湾歌子系艺术家廖琼之 率领他所创办的新传歌子系团 带来经典大戏李三娘 这场演出在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日本分会 会长本田英子领导下在东京举行 不仅华侨捧场 日本各界人士也慕名而来 感谢今天的话我们全体的 不仅是这次舞台的工作人员 也感谢所有的来帮我们 我们的世华的姐妹们 能够在短时间里面的话 今天的出席人数 今天来关聚的人数的话 有超过一千名 这是我预期之外的 也非常非常的兴奋 台湾最高的奥牌 特别上台现唱苦诞经典王宝川的唱段 为演出拉开序幕 歌子系李三娘是廖崇之以后汉高祖刘之远皇后 李三娘身皮白兔记为蓝本改编 智树富家女李三娘 殿上出身贫穷的刘之远 之后刘之远受到将军赏试 将女儿许配给他 而李三娘在家乡遭兄嫂虐待 在困境中产下一父子 却险遭丢弃 所幸有家中的老仆人相助 将孩子送往与父亲身边团聚 在16年后 孩子学了一身好武艺 在外出打猎时经白兔指引 遇见生母李三娘一家团员 恶毒凶嫂也受到惩罚 在廖崇之的改编下 加入台湾歌子系特有的苦诞哭腔 以及台词口白 活得满堂彩 这场演出也让年轻一代的演员 受到厌界瞩目 透过这次演出 更让台湾传统戏曲跨越语言障碍 展现台湾传统戏剧的生命力 台湾航官电视陈晓峰 日本东京台湾报导